本會主委員二十三人 今日出席委員十四人 御辦書委員出席 打訪定開會議立宣布開會 本次會議報告案兩案 審議案十四案第七案以下 其主委委員迴避上報告 確認前世第一百多十三次會議記錄 確認完畢的是不是同隊長 各位 該確認的問題吧 好 那我們就過 報告案一 四林區天虎段四小段 集合駐展重建案 零利息建築沒有人附居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報告書 即文化資產監測保護計畫報行工件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四條 辦理行行一 暗系確認建築師事務所含送計畫 等居於2012年5月26日 邀請李遜南委員 劉淑英委員 容忍眾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行委委員意見結論補充修正 送委員書面覆審 確認建築師事務所於 2012年6月29日 檢送修正法 經委員書面審查及認為 一 本案建案構成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鎖裂 有破壞意識建築之完整 遮改其外貿或阻塞其 觀覽通道之餘 二 有關計畫書 再寫意委員意見修正 傳送修正等 獲取與覆核 事務所於 2012年8月31日 提送修正法計畫 先檢視已修正完成 本案建築法覆計畫修正通貨 等於於9月 昔日同意備查 續送等整理委會報告 這是基地概述 這是模擬圖一 模擬圖二 模擬圖三 模擬圖四 模擬圖五 模擬圖六 已辦 本案圖設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鎖裂 有破壞意識建築之完整 遮改其外貿或災塞其外 通道之餘 提醒同意備查 二 請申請單位 一 備長期報告書及文化資產建築保護計畫 具已執行 三 等案一 結論辦理後續 以上 各位委員就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就繼續 謝謝 報告案二 臺北市南港區一城段 三小段 五六零第一號等 入比土地新政工程 臨直辣市定古蹟 南港台電倉庫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 即古蹟監測保護計畫 報起工件 一 具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 案例行行一 按西大局園和建築市事務所 盤送計畫 本局1112年8月18日 邀吉王衛軍委員 沈彥良委員 吉王本撞委員 召改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一 本案今審查五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 所列有破壞古蹟資完整 這該請外放或 組織及專欄通道之旅 二 本案警衛委員 意見修正 於112年9月8日 檢証修正盤計畫 並復程查意見 對照表過去復程 二 該事務所於112年9月6日 檢証修正盤 經檢試以修正完成 本案監測保護計畫 修正後通過 本局9月7日同意被查 據送門審議會報告 以下是基地代數 視覺模擬圖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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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監測保護計劃距離執行 三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以上 各位委員 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 我們就過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議題 今天會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林副市長還在中國大陸廣國兩院 所以都要在今天進行的議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開審議案 請示一下主席 因為接下來的審議案一 中正區橫陽路33號跟橫陽路25號是聯動建築物 35號是聯動建築物 那是不是一起審查 各位委員有意見 因為兩棟它其實是連在一起思考 所以可以嗎 好 準備好 審議案一 中正區橫陽路33號文化制裁架子案 審議案 中正區橫陽路35號文化制裁架子案 那我們接下來請多個報告書 一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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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據實境及廢除審查辦法 一據實境建築建築對付廢除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辦理行行一 本案建築系本局自行補查列策建築 本局於111年8月4日邀請文字委員辦理會堪 會議結論據文化資產價值顯立建議進入文字審查程序 依此本局於111年11月23日邀請文字委員辦理 橫陽路35號文化資產價值承查專案小組會堪 會議結論5位委員 一致建議本動建築規具文化資產價值 為本局於12年9月1日辦理中正區橫陽路35號文化資產價值承查專案小組會堪時 委員意見提及本動建築屋橫陽路35號與33號為同時其連動建屋 應可思考審理保存的可能性可呈現間需特色功貌 依此等局於12年9月14日邀請文字委員再次辦理 橫陽路33號文化資產價值承查專案小組會堪 會議結論一位委員建議指定為古基 三位委員建議登入為歷史建築 本案歷經兩次文字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會議結論一位委員建議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一位委員建議指定為古基 三位委員建議登入為歷史建築 本案提醒了誰會審議 因應審議決議辦理透視 其他補充資料請參考附件 建物照片 這張簡報上面是本動建築屋的現況 下面是1915年就有的建築屋狀況 依照這歷次委員的意見有提及到 就是現在的建築屋它是保有顏有顏有的一面形式的建議員參考 建議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本案的主地跟建物都是屬於四人左右 那現在是將法保持有限公司在使用 架實分析第一次委員意見請參考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本案建物堂指定根路為文化資產 一線型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有所有全人管理人使用能管理維護 指定根路範圍實現場提供 一堂指定根路為文化資產 後續建築等體堂設計 收入或在利用事項 需一文屈法規定提供新化文化局成場 二堂指定根路為文化資產 經濟周邊相關研建工程或其他開拓行為 協助文治法第3的4條 文治法性的系列是22條 論文條建者需一文治法第3的4條規定辦理 沈一案二 衡揚路35號文化資產價值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屬地域定居廢指審查辦法 地域定居延建築等居廢指審查 及輔助辦法辦理 辦理行行一 本案建物系本局執行補查 月色建物 本局於111年8月4日 邀請文治委員辦理會攤 會議結論去文化資產價值潛立 建議進入文治審查程序 以此本局於111年11月23日 邀請文治委員辦理 衡揚路35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當案小組會開 會議結論 四位委員建議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一位委員建議分布為一時建築 又中山區衡揚路35號的所有選人 於12年7月10日來談申請本宗建委 本局一文治法第十七十八條 於12年9月1日邀請文治委員 再次辦理中山區衡揚路35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開 會議結論 三位委員建議指定為股基 兩位委員建議分布為歷史建築 本案提及兩次文化資產審查 專案小組會開 會議結論 四位委員建議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三位委員建議指定為股基 三位委員建議分布為歷史建築 本案提及的審議會審議 因審議決議但以後續 其他補充資料請參考付件 這是現物照片 這也跟剛前面講的 沒有要入33號一樣 現物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本案的土地及建物 都是屬為私人所有 那一樓曾經作為店舖使用 二三樓維修住宅 目前是無人居住的 價值專制系委員 有建議參考 未來保存管理文部 本案介入堂指定 更入為文化資產 一線行文資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學員 能關閉系統的持人 管理維護 四 指定登入範圍 影響平衡 一 堂指定登入為文化資產 後續建築等體 討盛行修脫在利用事項 虛義文資法規定 提送計畫 與文化局審查 堂指定登入為文化資產 基地周邊相關營建工程 或其他各個行為 皆符合文資法 第三次討 文資法 事情信責第二次討 範圍條件者 虛義文資法 第三次討 規定辦理 而按提醒的審議會審議 一定審議決定辦理後續 下報告 因為這個三組案有登記發言 對不對 報告主席 三十三號有一位內可所有權人 黃秀欣小姐有登記發言 我們是不是先請就是按照順序 先請三十三號的座權人 謝謝法言 好 首先我要感謝世衛的委員 認為我們是有一句文化價值的 文化資產價值的電影 其實我們在日據時代 是叫做臥明堂 它是領曼書的 那我今天我幫忙是在臥明堂裡面 做會計的 當日本的特殼以後 這個房子就由娃娃給它收購 就改成相貌書館 而且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還是以相貌這兩個字 來做我們店面的使用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可以做文化資產價值的一個報酬 謝謝 好 接下來是三十五號 蘇美麗小姐要發言 她要發言時間五分鐘 大家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蘇美麗 衡陽路三十五號 是我們書家三代共知的老公 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 住了二十二年 小時候我最喜歡的 適應麵包店和天材料裡面 在城東區是無人不知 到現在仍然存在 而且生意辛苦 今年三月文化舉在衡陽路三十五號的地上 貼了暫進文化古蹟的告示 促進我對古蹟的探討 也逐漸了解古蹟的保存 對一個城市的重要性 最有百年歷史的寶屋 從日據時代經過兩次不斷 在我的記憶中 也歷經兩次大 我永遠記得我小時候 天材晃電國火山 我主部站在奧文的陽台站 他對消防罪人說 先心先心犯了 不斷 這裡有好水 讓我退休的 我是站在這裡 我在那兒閃開的 平沒變 你們按這裡就不能再找人家 後來韓陽路要一出火山 很神奇 也只燒到隔壁 這個老屋有點巨韻 人狼存在 人老牆也存在 後來隔壁再談和見 我們為了保留這老屋 也沒有和隔壁其他參加和見 我今年也76歲 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 應該有責任來綁存這個有生印記 也只是活下來的老虎 就像試運麵花店和天材料一樣 仍然存在永遠為大眾服務 此屋老舊 多年有漏水 避反解死的汗 加上二樓穿布萬念的屏章 放在空中 為了安全問題 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我們用了五百多萬整修內褲 所有和建築師特別交代 不能拆除延然的建築 只加強內褲的折扣 盡量保持原狀人貌 也保留我相信在橫陽路的老虎 唯一有了品牌和天材 整修後 我們也堅持 煮酒給茶飲 咖啡等文創唱樂 2014年台北市豬市更新處 主任2014老虎新生大長 共有五十七劍作品征選 10月15日在空軍總部司令的舊子園區 聯合餐廳舉辦頒獎年齡 史密茲秀現代長廣 橫陽烈得到名角 並稱原為盡過水的人 三層傳統老街屋的建築 將建築也有全貌做了最大程度保護 此老虎如果沒有成為武器 永遠投上保護 這未來自主 就隨時可能被改裝或拆除成為 我想讓我主婦站在二樓檔台 不顧他自己年老的危險 拜託消防隊員 告訴你 保有此物的記憶 更增加我要盡量保留此老虎成為武器 由於今年三月文化局 暫定文化的公告 促使我們決定復始人 一定要回來參與 九月一日的文化資產將去審查 專案小組對探 以及今天的大套選 明天二十六號 我就要回你 雖然我需要做在日本的五小時轉機 再做十五個小時 回到阿德蘭大喬治亞洲 再開四小時 回到達克斯丘甲 能住了四十五輪 只有兩萬多人的小村 我先生是副產生醫生 在這小村 開業了三十八年 他是升到第三代 遲老 雖然行程辛苦 但我認為以我的努力 以及各位委員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使百年老的能成為武器 永遠流傳給後 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 也不會對一起經歷 甚至我在腦裡 目前沒有出租 如果成為各位委員的支持成為武器 我們隨時可以啟動 修復計畫 下次我們也請教育 建復師 好 謝謝 我們先跟建復師講一下 後來發言時間三分鐘 是 謝謝 好的 那上週我們是目前在負責執行 衡陽路十五號的學復戰利用計畫 我們開了一個 依義文子法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蘇小姐很熱心有來參加 那她回後也拜託我來幫忙她講一下衡陽路十五號 讓我們錄的這個故事 我把她定名為後主接會於聖 下一張 這是從總督府上面開到 整個台北市公園的附近 那麼再下一張 我們可以發現說 好 她其實在下一張沒關係 她在大鎮時期是大蒼條 也就是大蒼族 建物是大蒼旗旗 那麼到1935年跟40年之間 是大臣傳植諸師會社 其實就是大臣的祖王 那到了後來大概到1952年的時候 就是蘇小姐的祖父 能夠得到這個祖父跟建國下一張 那她第一次的浩劫 當然就是在二次大戰 美軍轟炸整個台北市總督府 那麼我們建武警就在旁邊 沒有受害 再下一張 那麼她到了 當時其實主要是從協殿跟喝果子殿 那戰後蘇家接手那時候是 經營蓄香摘以及後來租給老酒爐 都是一直持續的在經營商業 下一張 那到1995年7月19號 這是一個大戶 這是大火庫的鳥函照片 再下一張 這是大火庫的這個現場拍照紀錄 都可以看到老酒爐營 不是在從右邊算過來的第二間 香華營友是第一間 那在過去還有三間 其實在火災後期只是留著的 再一張 這是當時的撤毀 再下一張 那但是後來西側的三戶 決定參加基碳建設的這個 獨根重建案 所以後來採除 再下一張 那這個案子是吳明修建律師做的 那也是很尊敬的前輩 那可以看到在獨的右邊 有兩戶 沾三戶 那再下一張 那其實當時 我們看到原來的這個照片 右上角的黑白照片 跟後來下面真正蓋好 因為為了配合 讓這個建築物 是用大門來做中軸對稱 所以其實有把這個 原來的建物稍微做了調整 那等於說是參考 但是沒有復原 沒有復原 中間插了一件 好 下一張 那這是蓋完之後的情形 再下一張 那是現況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左右兩邊 三三跟三五左右兩邊 都已經是大樓 再下一張 謝謝 所以包含是二次大戰 包含是火災 包含是都根開發 兩間老屋都是屹立在原址 下一張 那這是過去的照片 從龍丁通看過來 三五三三都在 下一張 這是當時的照片 再下一張 現在都不在 其他的都不在 只剩下三三跟三五 就下一張 好 那這是現況 那這個請各位委員參考 提供的包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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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各位委員 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或者是 我們待會就是三三跟三十五 兩個一起做決定的 然後連起來一起做思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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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問題 就要簡單 蕭老師的 要是怎樣被認真 因為這兩個案子 先後有 多位的委員 那第一次 針對其中的一棟 甚至 所有的委員都表示 是沒有人質價值的一件 那第二次的話 研究相據認為還是有人質的價值 那另外一棟呢 從開始就認為有人質的價值 只不過身邊要認定 那以往我們運到這種連動的話 多次以來 我們除了一起報告一起審議之外 可能也要運到彼此效果的關係 所以不太清楚局官怎麼去看待這件事 那審查的委員包括兩次 怎麼去判斷這件事 因為如果沒有給我們經歷過的意見 我們剛剛從書面審查 我只知道這個矛盾的情形出現 那現在所有人的人都表示 有高度的保存的意願 那這樣的一個意願呢 又要怎麼去評價 我想這個可能也有一些個思考 那以往呢 我們拼死拼活呢 想要給他文字的身份 但是所有權能呢 如果他們沒有任何的意願 就會碰到法院的訴訟 現在剛好相當 其實所有人不但有意願 而且建築師呢 也開始去做這些歷史的發掘等等 那這樣的積極的態度呢 本位又應該怎樣的思考 我想這個不是單純從個別的投票 又可以決定這樣一個結果 我個人認為這樣不太負責 所以是不是不管是庭端也好 不管是憲端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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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能夠表達 幫我們提示一下 比較整體的意見 看看這兩棟怎麼樣一起的人 就看我們上 我個人需要的積極保存 真正需要的是見解和看法 也謝謝劉老師跟他們的主席 到底是這個保存下來 對都市人積極是最好的 就是所謂文化市場對 那我認為文師委員 還有文師會的主席 應該有標準 尤其是應該怎麼被對待 除了本體保存 中間的主觀是怎樣的 這樣就不會有高偶這種主張 就會出現 這樣就會有正當性 有可行性 尤其地主力的意見 那麼強烈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鬆動了很多很多的 不方便的規定順甘而上 我認為手段不一定是問題 可是文師會最主要的 然後再讓技術從我來主張 然後再讓技術從我來主張 到我也是上次 剛好在15號 他們要接15號的公聽會上面 看到第一次 我們這個 出負在利用的公聽會 變成一個討論會 而且我們承辦同仁 張小姐也非常支持參與 所以這樣才讓兩個屋主了解文化實際 到底實際 因為他們對文師法真的是在了解 所以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 對這個文師法的教育更要加強 尤其我們這個 如果沒有歷史調查的話 就像這樣 忽然間有些公聽會 因為大家都去的街黃的一句很好起來 在裡面討論了很多的狀況 他們的忠明覺悟 自將有的財產是功能的重要 也願意配合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一個機會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因為他這兩棟房子 多次火災燈都沒有被燒到 而且他的意念 說句來心話 我們上次這個全翔茶裝畫等等的 恩夫夫老吳等等 勢動人的意見生辰武器 的對比其實蠻強烈的 他們這個意念都是人使的 那至於裡面的內容 我們現在有意思調查 知道他這個 他們除了意念之外 他們非常願意配合 可以馬上進行封城等等的事情 但我還沒有見過那麼順利的暗示 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支持 這兩棟都是這個武器 因為他們見證了小應驗 英大建基態建設的小應驗的同步 當時我也是屠城委的